中辣乡头26线为何兴村、福胜村及八仙村重要的联络道路 而前后段道路都已经拓宽完成 只剩下一公里多的道路尚未拓宽 而乡公所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拓宽道路 让事故频传与路面狭小得以改善 第一场开工顺利 第二场动苦平安树得红枝 第三场一切圆满顺利 乡运川楼 道理来山的特寸 因为这条山是我们八仙村、福胜村和何兴村出入的主要道路 很多外边要来和外却要来我们地方来参观 来游浪 游浪车里来都很不方便 因为就是道路太矮 再来就是说我们外面的主地 如果回到家里 要回到看我们的市团 车软转因为太矮 常常有一些收益外发生 做部分的特寸 是大家都很欢喜的事情 仙业员廖贤希望拓宽后 能够让何兴村、福胜村、八兴村的居民 有个宽敞及安全的道路行驶 也让农产品运输能够更加顺畅 因为26县这个开车 就是说在我们福胜村 到用福胜村 川的交通运输非常方便 那时候呢 台中也是 generosity 都这样 generators 最重要的开车 通过開车 从这里交通非常方便 可以贯转25县 photographed天 远部建计 又变相公路 要去中寮 要來我們中寮都可以使用的道路 讓來去什麼 太方便了 透過中寮相公所向中央爭取經費 透寬頭26縣一公里多的道路 能夠讓交通更加順暢外 也希望能夠吸引更多遊客到中寮遊玩 讓地方產業更加發展 記者龍勝 中寮採訪報導